超級法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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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我們超級法律王的節目 法律為了要保護自己也保護你身邊所有的人 那在今天要跟所有人來探討的是 現代人幾乎都會跟不管是3C軟體啦 或是所有的不管手機平板這些都有影響 而你的日常生活在用這些的時候 到底會有什麼樣的一些法律關係在裡頭呢 好那一樣在今天現場 我們為您邀請到了三所學校的同學 以及三位學者專家 首先一開始為您介紹 第一所來自台中侵權國中 歡迎你們 第二所歡迎來自台北的桃園國中 第三所歡迎來自基隆的建德國中 好那大家一樣 今天在現場為您邀請到三位學者專家 第一位為您邀請到的是檢察官張友寧 張謙作歡迎你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為您邀請到的是 前刑事局預防科警務證 長青蘭 長警務證 歡迎您 Hello 大家好 第三位為您邀請到的是中央警察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的副教授 高大宇 高教授 歡迎您 大家好 好 那待會在現場呢 所有的同學大家有任何的問題 或是你在生活經驗上 曾經發生過什麼樣一些狀況 都可以直接提出來分享 那我們現場的三位學者專家 有非常多的一些經驗 可以跟大家一起來做經驗方面的分享 超級法律王計分規則 第一階段 法學學參考 每一所學校派三位同學搶答 答對一題算一分 共有五題 第二階段 校園X檔案 三所學校師生同時回答案例問題 答對一題算一分 共有三個案例 兩階段分數相加 分數最高學校為優勝隊伍 可讀拿獎金一萬元 若兩隊同分 獎金均分 各得五千元 三隊同分 各隊得三千五百元 今天的問題跟你們大家息息相關了 到底會有哪一些問題呢 好 一開始 法學學堂考 好 來現場三所學校 各派了三位同學下來 你覺得今天來這個獎金很重要的舉手 請放下 三位是覺得獎金不太重要 那重要的是 學習 我太欣賞你們了 那萬一你們要是分數最高 那一萬塊就捐出來嗎 我們捐給學校 OK OK 好 那請問一下 桃園國中的同學 為什麼剛才慢慢的舉起手 我們很窮 哈哈 慢慢才想到我們很窮 我們還是需要獎金 建德國中 好不考慮就舉手了 未效爭光嘛 未效爭光 順便一點附加價值 對啊 OK 好 那當然其實對啦 知識最重要 尤其在法律方面 希望透過今天的節目 讓所有現場的同學們 了解了這些以後 回去也可以跟你們的同學們 大家一起分享 好不好 準備囉 第一題 請問 在我自己的臉書上 辱罵別人的暱稱 不會涉及公然污辱 請搶答 來 請全 會 會 不會 會 會設計公然污辱 會 標準答案 下一題 請問 小明下載當紅影片 放到自己的臉書 供大家觀賞 他可能會觸犯著作拳法 請搶答 來 建德 對 對 標準答案 簡作 但是現在應該會有很多人 會做這樣的事吧 是 尤其是我們在用P2P下載軟體的時候 下載的東西 你同時也在上傳 那你只要有上傳的行為 就違反著作拳法 你就是犯法的行為 好 準備囉 請問 發生地震 小明在正後半個小時 竟然拿過去地震倒塌大樓的舊照上傳 謊稱有樓倒了 這樣的行為會觸犯 社違法的妨礙安寧秩序罪 請搶答 鬆了一口氣了 終於喘到了 來 導演 對還不錯 對 確定對了 對 標準答案 以前這件事情曾經發生過 這個案子在台南有發生過 就是 那個時候 就是大樓倒嘛 然後後來又發生地震 然後就拿那個舊的大樓倒的案 照片丟在網路上 這個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3條 它規定說 如果你是散佈謠言 足以影響 公共安寧的話 那這個部分就構成 社違法行為 那是會處罰還 是由警察機關 直接開罰單給你 所以是違反行政法的規定 來 蔡警官 那我現在提供同學一個 可以去求證的一個管道 就其實在165的網站裡面 它的首頁就有一個 闢謠專區 有一個闢謠專區 165 對 它就是把現在你可能是 臉書 LINE上面非常盛行的一些謠言 比方說 吃柿子不能喝牛奶之類的 這種它都會放在這個專區裡面 所以下次有收到同學的簡訊 你覺得這簡訊 看起來有點不尋常 怎麼感覺很嚇人 像這種狀況 就需要我們自己去做一個思考 是不是該再轉發出去 還是謠言止於智者 OK 你自己會心血來潮 你會PO一些東西上去 叫別人轉發的舉手 這麼多孩子 只有你一個人會這樣嗎 五號同學 你會看內容在決定轉發嗎 可是通常都是一些政治意義的東西 哈哈 哈哈 你想重振啊 哈哈哈 你對政治比較有興趣 對啊 OK 下一題請問 小明收到色情圖片 轉PO在他的臉書上 觸犯公然猥褻罪 請搶答 來桃園 對 對 確定 確定 錯 好 你蠻豁達的 你回頭去跟同學說沒事 哈哈 哈哈 還要沒事 OK 沒事沒事 才一分而已 好不好 沒事沒事沒事 你有沒有覺得為什麼不對 後面人 後面老師說對啊 沒事沒事 問題出在後面老師身上 OK 呃 剪座可不可以跟大家同學講一下 因為我們是說公然猥褻罪嘛 對 那什麼叫做公然猥褻 就是在公開的場合做猥褻的行為 你轉傳別人的東西叫做散佈猥褻物品罪 那在刑法第235條的規定 如果你有散佈的行為 那你可以除兩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那另外 如果各位轉傳的是少年或者是兒童的照片 那我曾經在新聞上看過一個案例是 同學對女生做了不好的行為 然後就同學拍影片 直接把它PO到網路上 那這個是違反這個少年級兒童性剝削防治條例 那這個行程就很重 拍片的除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散佈的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那英文有一個名詞叫做Sexting 那男女朋友可能為了要年輕的身體要留下痕跡 也把它錄下來 但是有時候常常會分手的時候就會變成一個恐嚇對方 或是說你如果不跟我怎麼樣的話那會是很麻煩 所以在這裡奉獻學生這個有關網愛網公網婆這種事情 還是少碰圍儀 OK 剛才提醒的是 當有一天兩個人撤的時候 這些東西都會拿來變成 不管是恐嚇 或是就是拿來要挾的一些東西 要記得非常清楚好不好 不管男孩女孩都是這個樣 OK 好 來加油了 這一題就是法學學堂考議題決勝負 請問 當你的通訊軟體收到親友傳訊息要借款 很可能是你的帳號被詐騙集團盜用了 請搶答 來桃園 錯 錯 你想了很久以後說錯 你等一下會不會又回頭說沒事 標準答案 沒事的沒事的好不好 沒事的 OK 那法學學堂考五題呢 最後結束 那清泉國中是獲得了一分 桃園國中獲得了兩分 建德國中獲得了一分 恭喜桃園國中在這個階段升出 是侵犯校相權 你覺得那不是著作權 對對 它是一個圖片所以應該是創作的 所以是著作權 在追星的過程當中 我拍了一張他的照片 肖像權 這是肖像權 官方網站抓下來的就是豬肉權 對啊 你們這些人怎麼那麼複雜 不過就是那個人的照片不是嗎 好 接下來要進行我們的 校園X檔案 那現在孩子有很多都是追星族 追星是去喜歡他的歌 會買一些他相關的一些商品 或是很多的事 但是如果你看到下面這個例子的話 這件事情在法律上會有什麼問題嗎 來 請看 唉唷 她影片夠我看了啦 唉唷 她影片夠我看了啦 唉唷 上次那阿米棒你有沒有搶到啦 現在要買都變好貴喔 唉唷 什麼都漲 只有連用錢不漲 對了美心穎 我看你po文有寫 你的本命回歸之後要開演唱會喔 喔 對啊 而且本命的一定要去看 不過今年票價又更貴了 我現在很窮耶 那你就買便宜點的廠就好了啦 反正你已經看那麼多次了 唉 拜託 她可是超級鐵粉耶 怎麼可能買便宜的 當鐵粉也不簡單耶 口袋要夠深 對啊 你知道那演唱會門票一場 要五千塊起跳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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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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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跳了啦 你們看 哇 我買到搖滾A區四張連號喔 居然讓你搶到 也太誇張了吧 果然是鐵粉 哼 有錢好辦事啊 那你上次不是才喊窮 喊假的喔 哼 我有秘密武器 你有秘密武器 該不會是賣 你在講什麼啦 欸 小卡 這個版本我沒看過耶 可是有生意頭腦的 生意頭腦 好啦 我不賣關子了 其實我是下載愛圖 然後再做這個小卡 放到網路上去買 一下就賣光了 哇 你很有生意頭腦耶 好讚喔 送我一張啦 我也要 好啦 給你們啦 謝謝 不要我也買好了 我們一起去看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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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美心 都喪了你在幹嘛 對啊對啊 還坐在這裡 唉 我被警告了 警告 什麼警告 就是我做的那個小卡啊 小卡 不是賣得很好嗎 你看 蛤 怎麼辦啦 我不敢跟我媽說啦 你是他們的鐵粉耶 這是幫他們宣傳 應該沒事吧 對啊 而且這些照片 是他們自己放到網路上面的耶 美心下載官方製作的一元照片 重新製成商品 透過網路販售 觸犯了著作全法 好 剛才題目有沒有聽得非常清楚 他下載官方上面一些照片 然後做成那樣一些商品 這樣的行為 是不是觸犯著作全法 你覺得是就是全 你覺得沒有就是差 來 請選擇 來 請選 四個圈 其他都是差 桃園 全部都是圈 建德 全部都是圈 來 請選 來 八號同學 你覺得 有侵犯做的權 因為那個雖然是明星本人放到 就是網路上的 但是自己下載下來 再做好那個東西 再去販賣 其實好像有點點侵犯到的感覺 那你有沒有發現 你講的時候 你隔壁那個同學就想瞪你 因為他是他 然後你講的活脫就是跟他不一樣 二號同學 你也是打差 來 你要不要告訴八號同學 剛剛你們兩個是站在一起的戰友 你告訴他 他想多了 我覺得是效項 是侵犯效項權 你覺得那不是著作權 對 那是效項權 對 就是侵犯的法律不一樣 不是著作權法 可能是在效項這一部分 是的 OK 所以打差的都是這樣的想法 OK 那九號同學 他說不是著作權 好像真的是著作權 你覺得還是著作權 所以你覺得他剛才是故意 故意在詭辯 OK 桃園全部都是圈 有沒有誰要表達一下 為什麼你覺得是著作權 不是剛才講的效項權這些 來 建德 三號同學 因為效項權應該是指人 他是一個圖片 所以應該是創作的 所以是著作權應該沒有錯 所以你說效項權就是一個人 那那個圖片是創作 來 五號同學 就是已經做成小卡 然後在網路上販賣 他已經有這個所謂的 所以很明顯觸犯了 所謂的著作權法 對 所以不單純是效項嗎 剛講說效項權是人 那個是已經變成商品 那個商品也是我人變成的 商品上面的圖片是 創作 是由人創作出來的 所以是他的作品 所以應該是著作權 所以你說著作權的重點 是在那個創作 對 他的作品上 OK 那桃園有沒有哪位同學 8號 他這樣把這個拿去賣 他會侵犯到他本身的收益 然後一般來講這種圖 雖然可以拿來自己看 可是拿來商業用途就會侵犯到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有侵犯到著作權 那如果要是我不是在官方下載的 我自己在追星的過程當中 我拍了一張他的照片 然後我拿去做成這個賣 可不可以 肖像權 這是肖像權 你覺得這就是肖像權 應該這算肖像權 來 四號 我覺得也是肖像權 那個就是肖像權 對啊 然後官方網站抓下來的 就是豬肉圈 對啊 不過就是那個人的照片 不是嗎 一個是自己拍的 一個是別人去弄出來的 你覺得這兩個是有差別的 對啊 OK 還有沒有人要表達 就是官方放出來的是 經過本人同意的 所以就不算肖像了吧 那 後面那個自己去拍的就有點 就本人不知道 所以你自己去拍就有點 是肖像 我自己去拍的你不知道 所以是肖像權的問題 那官方放下來的是他同意 既然他同意的話 那我為什麼有 會觸犯到著作權 他都同意啦 你擺在官網 你有沒有聽到他們剛裡面講 我是給你面子 我是幫你忙耶 我是幫你忙耶 要不是我 怎麼會有這麼多粉絲 買得到這些東西 來 建德三號同學 他第一個有營利事業 但是第二個 他雖然把 我不賺錢 我用送的 但是他把那個照片 PO在他的網路上 但是你如果要經由他 來做一些其他使用的話 那還是要經過他的授權 他擺在那上頭 不是就已經我可以用了嗎 要不然官網放了這麼大一個 他是給大家看 讓他自己做一個廣告 但是我們私底下要適用他 做一些公開性的話 那應該也是要經過他的授權 我難道不能符合著作權法 所謂的合理使用嗎 我不過就是幫他 廣為周知好不好 身為鐵粉 這是一定要做的事 可是 那但是這樣子是非官方嗎 我又不侵犯你官方 我幫你多做一個非官方的 你們看網路上有多少非官方的 可是這樣就 就是沒有合理使用他 你說不合理我就不合理 沒有就是合理使用 是一個非常蓋誇的講法 就是 對就是看你有沒有盈利 好 OK 清權 其他選擇的人 有沒有想改的 來 桃園二號同學 我覺得他說的很好 誰說的很好 對 你說健德的同學嗎 都 我覺得他說的很好 你的目的只是要去講他講得很好 我要讚美他 喔這樣也不錯 這樣也不錯 這樣也不錯 OK 好我再問一次 你覺得他是 觸犯了著作拳法 就是圈 你覺得不是著作拳法 那就是差 來 請舉牌 有沒有要換的 確定喔 好 確定的標準答案 圈 請坐 這個部分喔 我跟各位說明一下 為什麼會有欣漢著作拳法的問題 第一個 放在網路上給大家看 並不代表他有授權 大家可以使用 剛剛同學講得很好喔 但是這個部分 也不是只有著作拳法的問題 同時也有肖像權的問題 為什麼呢 那個官網放出來的明星照片 就是用他的人頭啊 用他的人頭 就是他那張臉 那張臉就是他的肖像 那個也是要經過同意 才可以使用的喔 所以 他不但有違反著作拳法的責任 也有違反肖像權的民事責任 那這是兩個同時都有構成的喔 著作拳能不能夠合理使用喔 那著作拳法第65條 有規定四個要件 第一個是不是盈利使用 著作拳的 著作本身的性質 還有你利用的分量 假設喔 官網就這麼一張明星的照片 我想一般不可能啦 但是 假設就這一張 你用了 那你就是百分之百利用 那你這個 被判斷為不是合理使用的機會 就會很大喔 因為明星本身他就是有商業的利用 的這個目的喔 所以他有自己宣傳自己明星的目的啊 那你粉絲自己去用 這個照片 基本上是不允許的喔 OK 如果觸犯到著作權的話 其實刑責還滿重的 說實話 對孩子來講 我覺得那刑責都還算滿重的 所以 這些事一定要提醒大家 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有一些瑕疵 所以就是要去退換貨 就是買褲子 他只來一隻腳 你拿一個壞的東西 跟我換一個好的東西 非常不合道德喔 詐欺不是應該在買賣裡頭嗎 我以物以物又不是標準的買賣 誠實性用原則吧 誰會拿好的東西 換你一個壞的東西 全新也有壞掉的東西 所以我哪有騙你 對啊 除非啊 你曾經在網路上 有在網路上買賣 不管購物網購 或是你去 在網路上賣過東西的舉手 你有不好經驗的舉手 九號同學 發生什麼事 就是他其實商品有一些瑕疵 所以就是要去退換貨 就是買褲子 他只來一隻腳 沒有啦 是手機殼 然後他就是其實 他旁邊都會掉漆之類的 那結果退換貨順利嗎 就是賣家他的態度不太親切這樣 那你有上去給他付賣嗎 當然有啊 好好好 ok 那八號同學 有什麼不愉快的嗎 直接跟他交易 然後他沒給我東西 那結果呢 就沒怎樣啦 沒去那錢呢 沒差 多少錢 五百 沒差 沒差 那導播麻煩一下 這位同學要鏡頭要放大一點 因為 從今天以後會有很多人去找他 不斷地去買 買完以後沒差 怎麼會沒差呢 一個五百 二十個就是一萬了 好 沒差 ok 但他一定有他的一些的機制在 那既然大家也會有這樣一些的經驗 那如果要是出現在我們鏡頭裡面 X檔案裡面這樣一些例子 你會怎麼辦 來 好 自從加入攝影師了之後 你每天都在看相機資訊 當然啊 保健 就是要配英雄啊 欸哥 就這台啊 防手震鏡頭 而且對焦也很強欸 這我是不懂啦 可是 你不要被騙就好 不會吧 反正 我這支手機也用了半年多啦 跟他換 不吃虧吧 欸你看 這相機 超新的 感覺就不常用啊 而且他送的配件超多的 感覺就是我賺到啊 這樣感覺他很虧欸 搞不好殺錢就有送他的禮物啊 分手大出青 好啦 那我們基礎時 包裝要錄影存證喔 沒問題 欸你看你看 我就說他超酷的欸 喔 我就說我沒被騙吧 你看超酷的 對啊還不錯欸 欸哥 你去幫我看一下充電機充爆了沒 綠燈就吃飽囉 好 好 欸哥 你剛才幫我開一個直播啦 齁 你很愛現欸 欸 欸 怎麼會開不了啊 明明電池有充飽啊 那你趕快去聯合賣家啊 不是啊 欸 我明明充飽店啊 欸怎麼會這樣啊 欸怎麼會這樣喔 欸可 你知道嗎 真的太誇張了啊 相機店說那台相機是壞的 壞的 怎麼可能啊 那就是他殺機啊 他說以物易物不算買賣 而且又說我不是沒收到東西 不能告詐欺 哪有這樣 白白的片 讓我們去報警 雖然是以物易物 而且有收到商品 但因為對方是刻意 以損壞的物品 交換全新商品 也可能觸犯了詐欺罪 題目非常清楚 這種情形會不會構成詐欺罪 OK 會是圈 你覺得一點可能都沒有 差 請選擇 清泉國中十五個圈 桃園國中十四個圈 建德國中十五個圈 來 桃園十二號同學 你現在是圈還是差 差 為什麼 我覺得他是違反公平交易法 你覺得他違反公平交易法 所以他不是詐欺的問題 不是 來一樣桃園其他都是圈 有沒有哪位要回頭去勸他的 來四號 你告訴我為什麼 他覺得就是公平交易法 公平交易法是兩個店家 聯合就是台長 然後讓就是那個法式 就是壟斷那個市場家 所以他的企業跟企業之間的問題 對對對 OK 十二號同學 你的四號戰友告訴你說 這不是公平交易法 因為公平交易法 應該是公司對公司之間 企業對企業之間 不應該是跟人之間的關係 回頭是岸 你叫他回頭是岸 清泉國中十五個鬥志圈 沒有任何 沒有任何其他的懸念 他就是朱樂拳 而且就是要抓去關 因為竟然賣我一個壞的東西 陶淵國中十二號 你是破於無奈還是覺得他說服了你 都有 都有 那請問一下是破於無奈多 還是說服你的多 破於無奈多 你的表情我看得出來 這時候建德叫你堅持 建德全部都是圈 來四號 因為這很明顯就是詐欺 因為你拿一個壞的東西 跟我換一個好的東西 就非常不合道德 詐欺不是應該在買賣裡頭嗎 我以物以物又不是單純的 標準的買賣 是啊 為什麼不是買賣 罪行法定主義之下 你必須要非常清楚的 我的犯罪構成要件 我才能夠犯這個罪啊 對啊 他是以物以物啊 我又沒有拿錢跟你換 你東西收啦 可是以物以物應該也算是買賣吧 像古人不是就是拿貝殼換東西嗎 那你就回到古人去就好拿 而且貝殼是錢耶 那他們可以拿雞換米之類的啊 OK 來三號同學 物品它一樣是一個有價值的東西 而且它構成詐欺上的話 它是刻意的 刻意以之條件下 拿壞的東西跟人家換好的 那這很明顯就是詐欺沒錯 OK 好 所以我再問一次 剛才那個所有的狀況 覺得它會構成詐欺最可能的 是圈 如果你覺得一點可能都沒有 就是差 沒有啊 有沒有換的 來 請選擇 來 請選 12號 14號 14號同學 為什麼是差 你被剛才 桃園的12號說服 你覺得是公平交易法 所以他迫於無奈改成了圈 你為了堅持他的理念 所以你改成了差 他不是說他拿手機跟相機跟他交換 可是他沒有說他用好的相機跟你換 他說全新 所以全新不代表是好的 所以全新也可以是壞的 有可能啊 你說因為我沒有告訴你 我拿的是好的 我就算告訴你全新 全新也有壞掉的東西 所以我哪有騙你 對啊 12號你也是這樣想嗎 OK 來 桃園9號 我覺得就是 因為誠實信用原則吧 而且 誰會拿好的東西 換你壞壞的東西 對 就是 所以你現在是要說服侵權國中的同學 OK 好 堅持 所以 確定了 堅持 確定了 OK 這題的標準答案 你們真的讓我搞不懂 你們從頭到尾都是圈 然後你們一直喊差 這題答案 全 我不曉得常景觀 現在妳說在網路上這種交易 說實話 不管被詐騙或是 或是產生糾紛的真的非常的多 我們先釐清一個概念 剛剛同學講了非常多周邊的一些問題 可是如果是以直接用刑法的法條來看 刑法的339條 用詐數讓人 或者是他的本人 或者是他第三人 把這個東西交付 就構成了詐欺了 拍賣網站有一個機制 就是 如果你一切都照拍賣網站這樣做 你發現東西拿來不對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馬上通知拍賣網站 他說一件事情是延遲付款 因為這個錢 你匯到對方之後 對方還收不到 這個網站如果發現你們有爭議 他會延遲付款10天 等你們把這個事情解決了之後 可以在啟動付款的時候 他再啟動 所以這些都是網站的保護機制 所以一句話 不要私下交易 非常重要 也就是另外開那個Line 去跟賣家或買家談交易 換東西 這樣子的話那個網站沒有辦法保障你 就是如果當他在網站上 後來又告訴你說 我們另外用Line再來談 那就沒有了 這個就有鬼的感覺 那就沒有了 OK 來告訴我 犯罪學現在有在談 所謂的網路犯罪學 提到一個理論 叫做空間轉移理論 空間轉移理論講的是說 你在現實生活中 跟網路上的生活 你的行為 你會完全不一樣 因為你在網路上 你認為他是有匿名性 他是用代號 別人不知道你是誰 所以他可能就會做一些 平常不敢做的 所以有很多的網路犯罪也好 或詐欺一些違罪 他就會做一些事 所以剛剛講到的 這個網路上的買賣的話 可能還是要回歸到一個 大家千古大家講的 叫做存疑至上 就是什麼事情 你就要保持懷疑的態度 剛剛那個影片 剛開始的時候有講說 怎麼會有這麼好康的事情 所以只要是好康的事情 你就會覺得他可能是有鬼的 可能有鬼他可能就是有問題 所以我們可能回歸到頭來 就是要看這個賣家的 商家的身份背景 評價 或者是他這個賬號 存在期間的長久 如果說他只有賬號 才剛成立沒多久 存在時間不久 那表示那可能就是 詐欺的可能性就比較高了 OK 好 那當然其實剛剛就講到說 我們的詐欺就是以詐欺 使他人限於錯誤交付財務 獲得利益的話一樣 不過我比較很高興的是 同學在過程當中也知道 公平交易法基本上是 包括在企業之間的一些規範 那消費找保護法或刑法這些 剛才講到這些 大概是不管個人這些 尤其在網路上的見賞期 你只要是企業對個人的話 就我們一般講B to C 這種狀況之下的話 各位都聽過七天見賞期 所以理論上在網路上面 尤其你是跟商家 B就是business 如果你只要是要跟公司或商家 進行這種交易的話 你都有七天的見賞期 這個是網路買賣 本來就應該受保障的 可是如果是個人對個人的交易 即便是網路上交易 其實我們的七天見賞期 理論上是不包含 個人幾天的交易 見賞期主要是讓你檢查 所有的相關的一些 包括有沒有瑕疵 類似的一些 好 那你覺得他會有什麼問題 不道德 你們有13個都是差耶 這個要有多大的道德勇氣 像撞火這些才會算公共危險 你說要有真實的事件 它才是公共危險 這個應該是毀謗罪 因為它散佈是不行的消息 在網路上面你曾經留言按讚 轉發非常喜歡做這些事的舉手 尤其喜歡留言 有 好請放下 有沒有覺得自己留言完以後 有人會覺得那段留言後悔 想刪想什麼 有沒有做過 有沒有 有 4號你留了什麼東西後悔 我在網路上看到我的老師 在一個新聞的下面 然後留言 就是留一些社會的案件 然後他就罵那些人 然後那時候我不知道那是 他是我的老師 我就看 這個人理論好像不太對 我就悔 那個這個這個就把它糾正一下 然後 然後我再回頭看 這個我往上認識 他是我的老師 結果 哎呀哎呀 就馬上刪掉這樣子 OK 老師後來知道嗎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嗎 你現在要跟老師道歉嗎 這其實為什麼要道歉呢 看法也許 施者傳道受益解惑 當然是 但不見得所有這些 大家客觀看事情的標準都一樣吧 有很多時候是這個樣 OK 好 如果你也曾經有這種經驗 下面這例子 你覺得怎麼樣呢 來 拿著拿著 喔 怎麼 可是不使用 送你朋友了嗎 就是這個啦 我上次就是想夾這個 是喔 來啊我們夾來看 什麼機器啊 根本夾不到 太瞎了啦 這機器根本夾不到啊 對啊 這機器的夾子怎麼那麼鬆 這什麼機器啊 根本夾不到 同學 搖什麼搖啊 一台幾萬元啊 弄外要賠的 兇頭兇啊 又沒有搖很大力 你們做做事還這麼大聲 你們兇什麼兇啊 你們這種玩法 我變你們這種客人啊 走走走走 走走走 走走走 幹嘛啊 愁眉苦臉的 就很氣餒 吃個娃娃很明顯 唉唷 這種店本來就這樣啊 都騙人耶 不行 我一定要想個辦法 抵制他們店 什麼抵制 啊 我有辦法了 辦法 什麼辦法 簡單啊 我只要PO個文 學校門口的夾娃娃店 最近會被黑道放火 大家不要去 發送 哼 發送成功了 看以後誰會來這裡 阿盒 你說那個事情是真的還假的啊 真的啊 當然是真的啊 我們看起來會像說假話嗎 真的啊 真的啊 那種店喔 我們真的不能去啊 太恐怖了 不只這樣好不好 那個老闆還得罪了黑道 對啊對啊 聽說那些黑道還要建一個坎閣耶 嗯 那我要去跟大家講 叫他們不要去那邊 對啊 大家都不要去啊 不要去 陳清禾 好 老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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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你碰的那消息是真的還是假的 老闆跟我說 他的店已經快做不下去了 老闆那個 那個 那個 說 快點給我說清楚 我們只是開玩笑的 沒想到大家要當真 你知道你已經觸犯法律了嗎 不然先去跟老板道歉 我们再看看怎么处理 好 他们的行为 可能会有好几个 不同的法律上的罪名 但是焦点就是摆在 他会不会触犯公共危险罪 会 圈 不会 插 来 请选择 侵权国中15个插 桃园国中 刚才有一个圈 但是现在是15个插 建德国中两个圈 侵权觉得 他没有公共危险罪的问题 二号同学 那你觉得他会有什么问题 不道德 应该是在网路散播谣言吧 网路散播谣言 所以他不应该算是公共危险 对 他可能谣言的话算 譬如 毁谤 大概吧 OK 台湾国中八号同学 为什么刚才是圈 然后迫于无奈吧 因为旁边的同学看着你 你就变差了 你本来想举圈吗 同学们真的在说服我 为什么你本来想举圈 感觉又 印象中好像又很类似的 感觉 那后来改叉的原因是 他们的眼神说服你了 OK 郑德国中 两个圈 六号 十号同学 十号同学为什么是圈 我觉得他们有吓到其他人 就是让其他人吓到说不敢过去 所以那应该是公共危险 OK 那六号同学 为什么你也是圈 你们有十三个都是差 这个要有多大的道德勇气 就想法跟他差不多 因为他们吓到所有人不敢去 就放火 就说放火 就摇也有时候要放火 那前面见的同学 三号四号五号全部都是差 那后面同学 来 因为这个会不会算是 社会秩序维护法的妨碍社会安领 你说跟前面的那个一样 传播假消息吗 嗯 OK 好 而且公共危险罪不是就是 去放火或是躺在铁腿上之类的事情 哦哈 你说类似像这样才是公共危险 对啊 哦 来五号同学 呃 照理来说公共危险罪应该是危害于社会 可是它这个部分其实是 那不是社会吗 它比较 应该是真实的事件像是酒驾 还是像是纵火这些才会算公共危险 你说要有真实的事件它才是公共危险 对 而且呃 照理来说这个应该是毁谤罪 因为它散播是不实的消息 OK OK 好 同学 最后再问一次 有没有要改的 我数三 有没有要改的 三二一 哎 全部都变成差了 来 桃圆五号 照理来说 已经连续两个圈应该还是 夏天还是 你现在是在看几率问题吗 反而就是这个样子吗 OK 所以你说照理来说已经两个圈以后 应该是来个差 对啊 是这个意思 嗯 OK 这跟我们以前考试用笔在转 是不是有点像 OK 这一集的 正确答案是 你们这时候应该很圈啊 这一集的正确答案是 OK 好 那这里头大概会牵涉到好几个不同的一些法条 但是这个公共危险 简座 刚刚同学讲公共危险 其实是现实会发生的一些状况 是因为那个犯罪行为的构成 是要有事情发生的 嗯 那你公共危险的构成要件大概就是 有放火啊 绝水 什么叫绝水 提防 把它打一个洞 叫绝水 还有那个驾车的公共危险 比如酒驾啊 造势逃逸啊 这些行为 所以公共危险的确是要有一个事件发生的 这个案子是一个讯息 对不对 那有可能构成诽谤罪 这的确是 因为我们实务上 也常常看到类似的案例 就是说店家这个东西不好吃 丢在网路上 店家就来告妨害名誉 那妨害名誉他就是告诽谤 那 这边要跟各位说明一件事情 什么叫做诽谤 什么叫做公共 公然侮辱 公然侮辱是在这个大家可以看到的状况之下 用评价性的言语 什么叫评价性的言语 比如说你骂三字经 贬损人格的行为 那这个就是评价性 叫侮辱 那诽谤是什么呢 不实的事项 你要讲一个不实的事实 告诉大家说 比如说这个店被黑到了要放火 那这个是一个不实的事情 那这个就是诽谤的行为 所以刚刚同学讲的很好 那当然这个可能行为 也会另外构成恐吓公众罪 为什么会构成恐吓公众罪呢 那刑法153条它是规定说 你把对生命身体 这些名誉等有危害的事情 告知公众 逐身危害于公安者 这个就构成刑法第153条的恐吓公众罪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行为 比如说像 刚刚讲说黑道去放火 会让大家感觉到害怕 那因为害怕 所以就不敢去那个店家 这个就对 在法律上 我们就认为说 这个是对公安有造成影响 所以这个就有可能 也构成恐吓公众的罪险 那这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那如果同学真的去店家放火 那就是公共危险的罪险 大概是这样 OK 那当然重点就是玩笑 不要随便乱开 尤其会影响到别人的话 那经过今天 所有一段 包括从法学学堂考 一直到校园X案 我们最后呢 所有的题目都已经出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场最后三所学校 清泉国中是拿到29分 恭喜你们 桃圆国中拿到47分 恭喜你们 建德国中一分之差 46分 还是恭喜你们 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要恭喜桃圆国中 可以获得我们一万块钱的奖学金 来 恭喜你们 来到这个节目 我觉得最大的感想是 整个过程中 大家有趣的互动 然后结合上法律的各种知识 尤其是X档案这个项目吧 对我来说印象最深刻 就是结合影片啊 然后各种生活的时事 然后让大家更了解法律 今天很开心来到 超级法律王这个节目 然后我也学到 很多更清楚的法律指示 第一次来这种节目很紧张 不过那个过程非常好玩 然后也得到很多那个 很实用的小尝试 或是只是可以在那个 网路上那个 做一些常做的事的时候 可以使用 保护自己 很高兴来到这样的地方 然后 有 这样的经验 然后可以学习 更多实用的知识 可以原有在生活上 就是可以在这边 学到非常多法律的知识 让我非常的就是兴奋 但是就是 就是少了一分啦 就是没有拿到钱 就是蛮失望的 在这一次的这个录影的 节目的经验中 让我学到一些 跟以往课本之后 书面上的知识是不太一样的 有一种实战的经验 那也很感谢能够在这里 跟一些的高级知识分子们 那讨论一下自己的想法 那更增进自己的 法 法律上的知识这样子 现在就是一个网络的世界 那对所有的孩子来讲的话 通常大概每一天都会碰到 不管是3C仪器 或是网络这些世界 但不管怎么说 在法律方面 今天所讲的 真的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你才能悠游于网络世界 现场再次谢谢 清晨国中 台湾国中 宜建德国中 也非常谢谢我们三位学主参加 也非常谢谢观众 您的收看超级法律王 我们下次见 好 拜拜 谢谢 谢谢 谢谢